欢迎观众朋友持续来关心我们今天体坛动态 同样的今天邀请到资讯主播亚历哥来跟我们讨论 亚历哥好 小阳好 大家好 好那可以看到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一连串的体坛消息了 首先来关心到NBA的季后赛赛事的部分 今天可以看到在灰熊勇士之战 后面上的Jerry少主Moland表现相当出色 47分8篮板8助攻加2超截 完全是一个神兽级的一个表现 最后帮助球队1比1班平的战局 在这个系列战前一场拿34分 那第二场又拿47分 这个系列他平均得分是40.5分 非常恐怖 现在真的是加上GP2现在GP受伤之后 那勇士最头痛的问题现在是要派谁来防守他 因为显然在GP2下去之后 Wiggins来防守他 还是让他得了47分 尤其是勇士我们来看这场比赛表现的不是很好 打铁是狂打 什么叫打铁可以看他们的数据 他们拿走了三分球 全场38投只有7中 哇这个篮筐很被打得bling bling的 这样的命中率 要赢过这样的Moran带领的灰熊 好像真的是有点难度 对的确我们讲到 虽然这个浪花兄弟 Key Thompson在地形赛的寂寞付出 但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Key Thompson他的一个状况 在受过打伤之后 状况其实 在气候赛 面对气候赛这样的一个高张力 尤其肢体冲撞更加激烈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他的一个状况是没有Key Thompson来的那么的好 那那浪花兄弟到底能够能不能把勇士队带领过这一轮 其实面对年轻的灰熊队就像小兰讲的 年轻力上的灰熊队 这一轮的比赛现在前面两个打完一比一平之后 那接下来说不定这个系列战我个人看搞不好会打到第七场 如果真的打到第七场的话 那对考验就是双方还有他们的伤兵问题 因为现在来看到就是说 因为灰熊的二级犯规 BOOX的二级犯规 现在让这个小Payton也是受到一些问题 那后来我们刚才有讨论到就是这个二级犯规 有人说太轻有人说太重 那压力肯定怎么来看 就像刚才讲的有人说太轻 为什么轻就是他造成的GP2 整个剩下的赛季报销 说到他现在至少要休息三到五个星期 Garry Patton 那回来的话也是总冠军战 何况以左手骨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哇整个称帝骨折状况 要带总冠军战回来 我觉得真的是不太乐观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我们CG都做出来 现在可以看到汤姆森又有膝盖的伤症 而且之前阿基里斯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像Green 像Payton 现在目前整个勇士队最大的问题 好像除了刚才讲的命中区之外 还有他们的伤兵问题 所以接下来就像是亚里哥所说的 要怎么样来守住Dream Holland 好像是勇士队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而且在今天练球的时候 Dream Holland Green队友也讲他 第二场比赛其实被打到眼睛 到现在眼睛都还是肿的 所以现在就像刚才讲到 现在勇士的伤兵真的很多 Diamond Brooks今天宣判出武 他在Gain 3有第三场比赛 要被禁赛一场 只不过这一个系列在 虽然少了他 有点像是下四换上四的一个情况 因为对于勇士队来说 Gary Patton GP2的一个防守功力 还有得分能力 从今年例行赛到季后赛 尤其在上个系列 他们能够过得了精快这一关 其实GP2在关键的第五场比赛 尤其第四节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现在少了他以后 那在有伤兵的一个情况之下 勇士到底还能够在这个系列站走多远 那刚才也讲到 就是这个系列站说不定 真的会跟灰球打到六七场也说不一定 没错 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就是 这些勇士队的话 Wikings还是属于一个攻击比较强 但防守跟这个小佩林 是完全不是同个档次的 所以接下来防守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再来看到另外一场比赛 就是热火跟七六人 那可以看到Jimmy Butler 当然过去也是打过七六人 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表现得很好 但现在带领的三位小将 现在目前是连顺七六人两场 这也是目前取得一个还蛮大的优势 少了钱笔哥 我觉得真的差很多 这个七六人在这两场比赛 看起来就跟热火完全是属于不同档次的一个球队 虽然七六人今年透过交易找来了James Harden 不过James Harden 感觉上就完全不像他2018年拿下联盟MVP这样的一个身手 有人统计过James Harden在今年季后赛的一个出手次数 这几场比赛下来出手次数从来没有任何一场比赛 Harden出手次数超过20次 也就是不像是过去印象中 那一个喜欢投篮喜欢买饭的胡子哥 没错 因为像我们刚才有一个讲的 一场比赛这么少的一个出手次数 那现阶段你有看到大当家千里哥又不在场上 所以就有人说现在感觉不到James Harden的存在 那当然现阶段的话你要立抗这个热火队 因为现在陷入零胜两败 零胜那个已经没有都没有拿下顺利 还输了两场 下一场七六人势必要抢下来 因为我们说过零比三这种局面要翻盘 真的是难度非常的高 在迈阿密输掉前面两场 接下来回到自己的主场费城 那这两天其实讨论最多的就是MV 到底能不能在Game 3回到场上 那原本今天传出来的说法是应该不会出席 那可是又有另外一种说法传出来 说MV很想要在Game 3来上场 因为如果他不上场的话 那刚才讲到在这个系列战 如果是零胜三败的落后 那对于七六人来说真的也不用打 尤其是看到守文记忽赛MV26.2分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他基本上他就是狂砍对手 你运外和外面里面都可以 那可以看得到现在就是说 整个James Harden现在过去的得分王 而且大三女对他来讲非常的轻松 但现在来看他的存在感也相当的重要 其实最近还在讨论到一个话题就是 MB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他是非裔的这样的一个协同 但是好像最近有可能会代表其他国家 来参与这个男篮的比赛 对我们知道9月MB他是来自于柯麦隆 那他爸爸当初本来是要培养他去打排球 排球 可是因为那时候他在非洲 柯麦隆参加了一个篮球营之后 改变了他的志向 透过那个篮球营之后他来到美国念高中 后来念如果没记错是堪萨斯大学篮球名校 那当然也透过选秀 那首轮的一个选秀进入到费城七六人队 那这几年费城七六人队的一个整个舰队 也是以MB为核心来打造这一支球队 那刚才就像小兰讲的 那最近传出来MB有可能会转集法国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东京奥运结束之后 下一届奥运会2024年的巴黎奥运 那当然法国是地主国 如果在法国能够吸引到MB的一个加盟 我们知道上一届东京奥运 篮球项目的一个金牌战就是美国跟法国 那时候狗贝尔所率你的法国 其实只输美国一点点 那如果现在有了9MB的一个加盟的话 我觉得对于地主国法国来说 要拿下篮球项目这一面金牌不是不可能 对没想到这样如果情况发生的话 加上狗贝尔这边是法国双塔 这比当年在西班牙双塔 卡瑟兄弟党或许会造成 因为这边来看MB是有外线能力的 他跟整个狗贝尔搭档起来 哇那个画面我真的不敢想 我觉得还蛮强大的 而且听说法国还找了 现在找了一个18岁 也是身高超过7尺 219公分的 另外一个替补的一个中锋 才18岁 不过目前应该还不成就 不过就像小兰讲 如果双塔的一个加盟 对于法国来说 要拼这个2024的巴黎奥运的一个篮球金牌 绝对是非常有希望 蛮期待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除了这几队之外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太阳队 这一部分季后赛也是频频在写记录 上一集我们有提到 Chris Paul自己创造了这个 完全出手命中的记录 现在又创完又是命中率 单场命中率超过六成 64.5%的命中率 太阳队也写下了对写的 即或在新高记录 相当不简单 我们就来听听Chris Paul跟Booker是怎么说的 我可以看到 百分之六十四点五的这样命中率 真的是相当的高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有了Chris Paul这样的一个加持 太阳队现在真的是 不是像以前只有跑轰 是连命中率都可以大幅的提升 的确有去年这样的一个总冠军战的一个经验 我们知道凤凰尘太阳队在去年打进到总决赛之前 其实他们已经是有超过十多年的时间 没有再打进到NBA季后赛 有了去年的一个经验之后 我觉得今年的整个太阳队在CP3 还有David Booker的一个带领之下 我觉得闪现出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球风 那在第二场比赛看到面对独行一下 其实三节打完 双方的比分其实还是个位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差距 可是到第四节就可以看到Chris Paul跳出来了 我昨天看第四节的这个比赛 感觉上就感好像是当年我在公园面对那种公园UP 他就是单打你 可是你就是 招数都很丑 但是他好厉害 你就是拿他没有办法 没错 在短短第四节 原本个位数的一个差距的情况之下 第四节的前面五分钟 Chris Paul带领太阳队拉出了一波25比6这样的一个攻势 一下子把分数拉开到了两位数的一个差距 再加上后来David Booker的疯狂的一个三分球 如果大家有看美少比赛的highlight的话 第四节David Booker的一个三分球 哇 淡如雨下 一下子就把独行一下给打垮掉 没错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一老一少 你看Chris Paul只能加入到太阳之后 其实应该是说Chris Paul加入每一支球队 都可以找到那个球队 就像好像把东西串起来一样 可能每个球队都是有很多猪猪 但Chris Paul就是那个穿针引线的人 总是可以把这个团队呢 打出他们最好的球风 那不可我们都知道嘛 过去拿过70分 所以这样的一个得分效率 Chris Paul来之后完全的释放 我觉得破终难的就是说 当天球队当机了他可以得分 今天球队活络了他可以传球 这样的球员 然后食物猪猛笔又那么的好 也是这样子的方式 才可以创造这么高的一个命中 我们看到布克尔 其实他跟勇士队Clay Thompson一样 都是这种catch and shoot 这样的一个射手 他需要一个好的这个PG 也就是控制后卫 来做这样的一个公输 那的确就像小岸讲的 那36岁的Chris Paul 其实他今天37岁 他生日是5月6号 生日5月6号 刚好是就是我们录影的今天 所以他已经37岁 可是你看他打到第四节 完全没有体力上的问题 但是你看Donchich 如果他Donchich在这场比赛Gain 2 上半场就拿到24分 那三分球也是很猛 可是到第四节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吓滑了 在他一个人独身大局的情况之下 他的第四节的体力就比不上37岁的Chris Paul 我那真的是差很多 那我想到好像是以前的刘川峰 上半场打得很好 下半场完全消失 这里可以看到Chris Paul真的是蛮厉害的 可以分配自己的体力 好我们再来看到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战机变化跟预测 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图卡 哇 这是目前外国好像做出来一个数据 现在目前太阳被预测是34%可以夺冠 赞尔迪克26% 勇士8% 公路热火都10% 因为看到太阳反而在这个预测当中啊 是以不到这个10%的一个比例啊 是在比较后段 这个预测好像有些人也觉得蛮特别的 有人说如果是照湘明的说法的话 就不要来束缚这个凤凰山太阳 还记得去年的2021年的NBA总冠军战吗 太阳对公路赢了前两场 我当时舆论呢 外界一致看好太阳可以拿下 魁为已久的一个总冠军 结果后来被公路连赢了四场 公路在这一次的外国网站的一个看好数据 只有11%倒是让我有一点意外 那赛尔迪克可能是因为前一轮4比0 很早的篮网之后 可是我说实在的 现在才第二轮而已 我觉得要打到整个分区的一个冠军战的时候 再来讲说那时候只剩4队了 再来讲说今年谁会比较有希望拿冠军 可能会比较实际 对啊而且说不定是灰熊可以拿冠军的 你看灰熊被列上来 这个预测总是一种大家来看看聊聊这样子 好那我们把镜头呢 再转到我们大联盟的赛场之上 美洲币讨论的话题也就是大谷翔平 今天又先发了 哇相当出色 又是一个7局11K本季次高 上次我们讲过他拿过12K嘛 对不对 这一次是11K拿下了这个胜利 而且打击呢也有所贡献 敲了一支在Green Monster的一个二蕾安打 帮助整个球队呢 最后呢是拿下胜利 他自己也进账的渗透 在这场在峰威球场的比赛 其实有一个记录就是 我们知道大谷翔平二刀流 上一次在峰威球场 有这样的一个先发投手 又投又打 而且是打前四棒 已经是100多年前的贝比鲁斯了 1919年 100多年前 1919年 1919年的贝比鲁斯 在红袜的最后一年 那一年球季结束之后 他就被卖到了阳基 然后后来他就专职打者 然后成为伟大的一名全力打王 大谷翔平这场比赛 其实在现场还有一些球迷有看到松板大斧 在现场是去跑去当观众 这场比赛投得非常非常的棒 我觉得以职业球员来说 就是你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 不管篮球也好 棒球也好 会有高潮有低潮 我觉得今天对于大谷翔平来说 虽然先前跟加哥白话队比赛 传出了可能他的这个 腹骨勾有拉伤的一个状况 延后了先发 那不过他这一次的一个先发 延后几天之后 客场面对红瓦 今天反而投出了非常棒的一个内容 今天他七局 就像小林刚刚讲的 11次的三阵 虽然没有破他生涯 单场最多三阵的记录 但是今天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他的好球率非常的高 七局用了99颗球 里面有81颗好球 而且今天他单场制造了 红瓦队打者29次的一个挥棒挥空 也写下他个人生涯的一个最佳记录 没错 压力科真的分析得非常的精辟 尤其他提到这个好球率 刚刚我们也查了一下 这个在过去 只有三位投手有相当的重 在100球内有80几个好球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大股响品 再来就是2018年的Max Teacher 那个时候他也是在 国民队的时候也是拿下了 也是这样在100球当中 投出了80颗以上的好球 再往前推 就是05年的Crow 那时候在大帝会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所以尤其在100球之内 有将近80几颗好球 哇这真的是一个蛮难 蛮难破的一个记录 对于打者来说 今天在赛后就访问到 红瓦队的一个强打J.D.Martinez 他就讲到说 你明明知道大股响品会投几杀球 明明知道他投上好球 可是你就是打不到 他现在好球率这么高 刚才讲到了 生涯最佳的 单场制造了29次的打者挥空 这非常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一个 没错就是像人体变风扇 那当然提到他的 今天另外一个同胞不是林沐晨也了 今天要提到的是橘齿雄心 这个前C5的墙头 总算来蓝鸟之后 哇面对这个今年表现很好的洋鸡队 总算是拿下了胜头 六局呢 一个折氏分售出了7次三胜 赛后的防御来到了4.35 也像他拿下了在蓝鸟队的首胜 不知道雅磊哥怎么看橘齿 橘齿雄心我们知道 过去在C5队 其实透过入闸制度 来到了美国职棒的西雅度水手队 那时候西雅度水手队 跟他签了一份四年的一个合约 四年五千六百万美金 其实还算不错 也是超过了千万年薪 但是在今年 应该原本是他跟水手队第四年 那水手队的球团拥有选择权 但是水手队选择 不执行选择权 让他成为自由球员 那他在球季结束之后 就跟蓝鸟队是签下了合约 那开季的前面四场先发 其实橘子雄心的投球内容也不太理想 一胜难求 而且投手的一个防御率超过了五 在这样跟杨基的比赛之间超过 不过今天这场比赛 他是投出了代表作 我们知道他是大谷祥平 花卷东高的学长 两个人都是来自于 岩守县的花卷东高的 这样的一个前后期的学长 那今天六局七次的一个三振 那投出了这场比赛的代表作 唯一的丢掉一分 是被Joey Gallo打出的杨春炮 那当然他的本季的首胜 也让杨基队原本的 哇最近一波大联盟最强的11连胜 杨基队最近非常夸张 11连胜之后 结果被橘子雄心这场好投 是中断的连胜 不过杨基队现在还在 美联东区的分区是第一名 你说可以看到面对强敌杨基 举此总算是达出他的身价了 那再关心到我们在早期 我们杨基队 因为虽然王金敏的影响 我们追了很多年 大家的好朋友 也就是Robinson Cannon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禁要风波 其实是持续的纷扰 其实两次被查出来 在大都会的时候 春讯一开始还OK 但星期队大都会因为 一个人选的一个问题 最后是决定把他这个DFA 也让Kanon现在目前 是面临到一个人生的久境 Kanon其实过去我们台湾 在追王健民 偷衣修士 大家习惯的早餐店的打现 对于这个杨基队 第一棒到第九棒 其实都非常非常造型 Kanon由于跟王健民 是同一年升上大联盟 然后他爸爸 阿Q过去曾经来过台湾 打过中华职棒统一师队 所以其实台湾球迷 对Kanon其实都还蛮熟悉 也觉得蛮亲切 其实也蛮可惜的 因为其实他那时候 从杨基队转战西雅图水手队之后 他跟水手队也是签下了一份 十年超过两亿美金的 这样的一个大合约 在五年前的2017年 那个时候 Robinson-Kanon才34岁 那个时候他的一个生涯 安打数已经是来到2400支了 那很快 那时候都很看好说 他会是下一个3000安的打者 因为在上个礼拜 我们讨论3000安 说要等待下一个3000安 可能要等很久了 对不对 其实在2017年五年前 那个时候都觉得 Kanon应该是 有机会 达到3000安 也可以记录到明天堂 结果没有想到 在2018年 那个时候就爆出了 第一次的一个禁药 就被禁赛80场 那被禁赛完之后 那当然少打80场 对他的整个生涯 安打的一个累积 也有所伤害 可是他还是不会学乖 结果2020年 再被验出禁药 依照大联盟的规则 第二次就要被禁赛整计 第三次就是要终身禁赛 那去年被禁了整计 那他现在 虽然现在他在整个 现役球员的整个 生涯的一个安打排行榜上面 是仅次于胖卡布之后 最有希望达到3000安 但是他现在被指定转让 DFA 那就不知道 有没有球队要他 因为现在对于卡诺 他的一个角色定位来说 他39岁的年纪 当然今年国家联盟 是取消了投手打击 那有DH指定打击 那他有这个优势 就是不用守备去打击 那不过会不会有球队要他 他能不能达到3000安 那还有待观察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图卡上也显示 因为整个大都会 真的是不看名气 为了就是人选的考量 所以他们调上来的许多 我们看潜力的新秀 在上场比赛这三个选手 也都打出了非常好的表现 那他们的总经理也说了 他们现在虽然是 暂时没有选择卡诺 但是未来还是有机会 也祝福他可以在新的球队 能够表现得相当出色 毕竟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你给我说了 所以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熟悉的早餐 早餐店的打现 17年大联盟出赛到现在 刚才提到了2632只安打335空 而且八次入选明星赛 应该来说在过去这几年 这个明星的二类手 Kano的确是当之无愧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 把他DFA 就是如果没有 其他球队承接他的合约的话 那大都会现在最大可能 就是把他释出 释出但是还是要 这个包括他今年跟明年 都要给钱 当初这份十年合约要吃到晚 那是要给钱的合约 那大家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 忍痛的这样一个决定 宁愿把他释出 那也要让年轻的学生上来 那就是顶多就是赔钱 就现在就是赔钱 任赔杀出 没错 因为对于这种纽约洛杉矶的球队 所以有时候钱好像不是一个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今年 可以看到因为在美联跟国联 都有两支球队 就是来自我们刚才讲 洛杉矶跟纽约 目前这四支球队都打得很好 阳金队今年表现相当出色 整个打现都非常的特别 尤其是Rizzo三响炮那个时候 哇 整个带动整个打现 那当然我们常在追的大鼓响命的 这个天使队表现也不错 现在也是拿到17胜了 盗杰队不用讲 这个星光阵容打出来 加上Kershaw今年的一个大复活 以及现在看到纽约大都会 这四支球队豪门球队 现在目前对他们的分区 都排名在前段龙头 的确就像小岚讲的 这四支球队都是 有钱的豪门球队 洋鸡队 稻齐队 大都会跟天使其实这过去几年 一直是被期待 可是他们就一直都打不好 对啊 雷声大雨点小 结果今年的第一个月打完之后 这四大豪门球队分别在整个分区当中 都打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尤其是大都会跟天使 因为天使队在Mac Trout加盟之后 说实在Mac Trout是他们的一个开满球星 但是Mac Trout年年有年年都 绞出非常棒的一个成绩 可是年年都没办法打季后赛 那现在就希望看看 虽然在整个球季漫长是六个月 那在第一个月打完之后 这四大豪门分别在分区都是第一名 现在就看他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那至少在这个上半季 明星赛之前是我们观察的一个指标 没错 大家也都很期待 因为毕竟大谷翔平 这样一个亚洲二道路的选手 大家都很期待 然后可以看到在Trout加入之后 真的是表现得相外出色 但球队战绩都不好 只有打过一次季后赛 他从一二年加入到现在 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 他跟Mico Cabrera要争取MVP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球队战绩不是这么的好 那一年因为Cabrera拿了三冠王 在MVP这个奖项 最后他是败格Cabrera 不过后来我们Trout也拿到了新人奖 所以天使队 我觉得是这一次四次球队当中 我个人觉得也蛮蛮期待 就是因为其他球队阵容都还蛮不错的 尤其是到齐队阵容 今年加入了这么多好手 其实对他们来讲 就是要抢回失去的未冕冠军 但是对于纽约也希望说 这个在杨基或者是天使 或者像是大都会 都能够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对尤其是过去几年在纽约 其实大家都在看杨基队表现的情况之下 大都会在换了新的老板之后 其实这几年展现出他们一个 非常强的企图心 在今年找来了Max Scherzer 虽然Degrand现在还是商品名单 让了一个赛阳奖 但是你看他现在19胜9败的战绩 比杨基瑞战绩还要来得好 没错 所以新年在国联东区 我们在整个开机之前不是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新年跟小兰有讨论到 亚克兰的勇士队今年要衛冕 其实在分区先要过大都会这一关 很难 你们的对手非常的强 当然有看到领先的就去来讨论垫底 上次我们有看到 这个排名好像现在也没什么起色 可是上次差不多 美国大门 红人队 还有我们台湾的富邦汉将 韩子AZ恐龙 火腿队 板神虎 这五支球队 现在人就是在他们的联盟敬陪莫座 当然上个礼拜的富邦汉将 我们讲到胜率最低 不过还好 这一个礼拜他们先赢了统一师 然后前两天赢了乐天桃园 他们现在胜场数来到四场 所以现在胜率要超过了辛辛纳迪红人 那辛辛纳迪红人最近真的很惨 很惨了 他们最近11连败 他们最近这20场比赛当中输了19场 所以他们现在胜率低到只有一成20 那火腿跟板神 板神最近是在东京巨蛋三连战 横扫了独卖巨人 所以板神虎队 他胜场数现在也来到两位数11场 那火腿队现在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 王伯荣在今年一军有表现 不过火腿队现在至少他胜场数也来到两位数的十场 十场 那富帕汉将真的要加加油了 因为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在队上的脸书还在笑 中信兄弟的这个五胜十六败 就我们现在四胜十七败 已经是追平了1996年那时候 新农队的他们的前身的球队开击21场的最差战绩 那只有富邦能够超越富邦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希望他赶快指败 那不要再写新记录下去了 没错 好那我们这个镜头再转回到了足球赛场上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就很关心 就是在这个欧冠的这个决赛 红马队 为什么这么兴奋呢 因为他们踢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比赛 对上曼城队 被对手领先了一百多分钟 最后的时候靠着奔马特殊的一个点球 所以帮助整个黄马是拿下了胜利 这场比赛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在正规比赛结束前 我们知道一场足球比赛90分钟 上下半场各45分钟 在正规比赛第89分钟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黄马还以0比1落后给曼城 在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现在科技很发达 很多国外网站上统计 曼城的获胜几率来到了99% 99% 黄马的获胜几率只剩下一趴 但是没有想到比赛从第90分钟开始 因为足球有伤停捕食 第90分钟 黄马先追平了比分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在欧冠的一个比赛 他们是在进入淘汰赛阶段 是打主客场两回合制的 那这场比赛是他们回到主场来面对曼城 那在正规时间追平比赛之后 商品补食又取得了一个进球 同样的一个人 是21岁的Rodrigo 这位来自巴西的球员 他个人的没开二度 帮助这场比赛在2比1 所以两回合的总比分是一模一样 所以就变成说要打延长赛 那延长赛就像刚才小兰讲的 那黄马是靠着Benzyma 本泽马这位法国的前锋 的一个12马罚球 最后是取得了超前分 又是一场不可思议的逆转胜 其实今年2022年的欧冠 黄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们知道从小组赛结束之后 进入到16强的淘汰赛 又输了一场 16强淘汰赛 他们第16强 16强然后碰上队友是巴黎圣日尔曼 巴黎圣日尔曼 今年球季找来了梅西 梅西离开巴塞隆纳 来到巴黎圣日尔曼 那个时候队上有姆巴佩 有内玛尔 主客场两回合的比赛 第一场比赛 巴黎圣日尔曼1比0 在自己主场赢 第二场比赛去到黄马的客场 黄马回到主场之后 上半场踢完 被巴黎踢进了一球 总比分是0比2落后 结果没有想到在下半场 黄马连进三球 又是逆转了一阶期的巴黎圣日尔曼 16强晋级到8强 到了8强 面对英超的切尔西 切尔西我们知道 他们是去年的欧冠的冠军队 同样的主客场两回合制 第二场比赛回到了黄马的主场 伯纳乌 这一个有超过8万人容纳量的球场 又是上半场被对方进球 然后下半场在完全不可思议的情况之下 又是连进三球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逆转胜 所以我觉得今年身为如果黄家马德里的球员的话 心脏真的要够大 老是觉得自己的球队已经要被淘汰了 要被淘汰了 但是最后的几分钟又演出不可思议的一个逆转胜 你说可以看到亚里格斯曼我们介绍非常详细 其实很少球队每一轮都有输一场 但最后都能够完成逆转 就连黄马的官网也说对我们就是完成了逆转 就是会让球迷我们刚才说到99%都认为曼城要赢了 其实没有想到1%就是这么出现了 而且可以看到 就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兵士马 其实过去大家都知道是在2014年 他在世界杯有出赛 但是2020年的世界杯泛国南冠军没有他 最主要是因为当年跟球队一些队友的一些视频的一些陷害丑闻 导致他没有办法在国家队出赛 我们知道Karin Benzema他也34岁了 其实在黄马的一个阵中 其实这几年也是想要培养一些年轻的封线球员来取代他 但是今年Benzema 这回春的一个表现 让他刚才看到的图稿 他已经追平了这个C罗 在欧冠史上淘汰赛的一个进球的记录 那如果下一场的冠军战 他在进球的话 他就会成为记录的一个保持人 而且周中老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哇我非常脑道 他也是我们的足球粉丝 而且还特别说这个比赛要跟黄马的比赛 货物开大家可以看球的 哇这真的是 大牌的人球进到我的大力 我们知道Nadol 他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马列卡 马尤卡 他其实家乡有一支球队 但是他却是死中的黄马的一个球迷 那我们知道目前已经进入到 五月份的一个法网前的一个红组赛季了 在马德里那这个星期也有一千分等级的ATP的马德里大师赛 那为了要看晚上的黄马的一个比赛 我们知道在Nadol这一项马德里大师赛 他是三号种子 第一轮轮空 那第二场比赛面对塞尔维亚的对手 他特别要求主办单位就是说 能不能把我的比赛排早一点排日常 不要排晚场 因为在红土的一个赛季 有日常的比赛 晚上有开灯的晚场比赛 他说麻烦帮我排日常的比赛 因为打完之后我要赶去看黄马的比赛 的确他花了不到两小时 赶快就把那场比赛就是击败对手过关 那朱克比奇跟他一样 也是朱克比奇比赛比他还早 那场黄马比赛其实很多的网球和大开球技都在看 没错 其实大家彼此互相关心 就像我们关心的世界的一些各球的赛事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